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文章里面有一个AI相关里面有一篇文章是GitHub 我加星星的项目清单 这一些都是我在GitHub上面加星星的 那有很多像是AutoGPT啊 还有AgentGPT是之前有介绍过的 那因为每一天在GitHub上面 很多GPT相关的各种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专案 开源出来 然后或者是做更新 那蔡乔天文都会把它集中放在这一篇里面 前一阵子就发现到有一个不错的项目叫做TripGPTWeb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ripGPTWeb呢 它是基于TripGPT3.5 但是你要做私有化 要Web化的话 你要具备有 除了OpenAI的API Key之外呢 你要准备好自己的伺服器啊 或者是自己的网语名称 这个看完之后就停住了 就比较麻烦 比较复杂 但是呢 后来蔡教練又找到一篇叫做TripGPT Demo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简单的咯 不需要伺服器也不需要域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篇 如何建立自己的TripGPT3.5 也不需要使用伺服器或者域名哦 这个前提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伺服器也没有域名的 你只要申请好自己的OpenAI的API Key 这种情况就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TripGPT的网站的咯 好 准备条件其实很简单 只要准备好你的OpenAI的API Key 那当然这个就直接到OpenAI这网址里面去登录你的OpenAI的网站 然后到API Key这边建立一个SecretKey 然后注册好GitHub 然后还有有一个叫做Versail的一个网站 它是会等一下我们会在上面把你的伺服器建在这个网站上面的哦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开始搭建属于我们自己专属的TripGPT3.5的网站哦 首先我们先打开这个GitHub的项目 然后往下滑这边有个Deploy 把它按下去 在GitHub这边的话 记得前面一定要先注册好GitHub网站 还有Versail这个网站哦 因为我们等一下都会用到这三个网站 然后打开的时候呢 就帮我取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今天44号 我把它命名为5月10号 我把它取名叫JGPT54好了 然后呢 按右下角的Create 好 那这边有看到 要输入我们的OpenAI的API KEY 所以呢 我们就来到OpenAI的API KEY这边 按Create New Secret Key 把它点下去 然后按Create Secret Key 然后按Copy 好 Done 回到这里输入你的API KEY 把它贴上 然后按下面的Deployee 就是部署的意思 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等待 这个部署的完成哦 好了 当你看到这个Congratulations 就表示你已经部署完成了哦 然后你可以点一下进去 这个仪表板这边定去之后呢 这边按Visit 把它点下去 当你看到这个画面就表示 你已经成功建立自己的 JGPT3.5的网站哦 那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网址 然后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己的域名 也没有自己的伺服器 到这边就已经完成了哦 那我们这边简单做一个测试哦 我们这边输入一个问题叫做 如何学习大型语言模型 你按Send 那就开始哦 然后你看它就会开始 把如何学习大型语言模型的步骤 把它列出来的哦 那这边可以按 你喜欢用浅色的模式 或者是深色模式都可以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网址 所以呢 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把它存在主画面 那你就等于有一个 在手机上也有一个 属于自己专属的JGPT3.5的网站的哦 有没有 很棒啊 非常好用 因为有时候像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你打开一个JGPT 如果你不是付费的使用者的话 常常会卡住 那一旦你有了这个自己的JGPT 只要付少少的Token的钱 你就会拥有自己的JGPT3.5的网站的哦 然后呢 假设你跟蔡教练一样 你有自己的网域的话 你想要更进一步 把它制定自己的网域的话 那可以跟着蔡教练继续往下走 点到我们这边的网域 这边有一个View 大家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View Domains 把它点下去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可以输入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JGPT54.5 4 然后 我有自己的网址 点rd.goach 那我把它命名为 JGPT54.rd.coach 把它 add把它按下去 那这边就会有出现 Invalid configuration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这几个 下面有个Cname 然后JGPT54 还有cname.visual.dns.com 这个加到我们的网域里面 那蔡教练的网域是在Google上面 这边的话记得要把它 Value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到Domain这边 然后管理按 把这里按下 那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样 那就是到你的自己的网址 那就是到你的自己的网址的DNS Server去做管理哦 把那个网址把它点进去 然后新增一个type叫做Cname 然后名称就叫做 Chat GPT54 然后后面的资料 就把刚刚的复制好 把它贴上去 然后记得啊 这边把它按下去 储存 然后呢 因为上次 玩完之后 我的网站主机挂了 后来就发现它会把我一个key把它删掉 所以记得 这边要把它选A 记录 然后 这个把它贴上去 按储存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project这边 好 有没有发现 这边 这边有一个分配 refresh一下 等它跑一下 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吧 我们这边等一下 大家有看到这边已经两个这个都打勾的哦 valivation 然后assign to man 好就完成 然后点这个网址 ChatGPT54.rd.coach 把它点下去 完成了 你看这个网址就是自己的 所以你如果你跟蔡教练一样 有自己网域的话 把这个机器人交到自己网址上面哦 但别忘了这个网址不要传给别人 自己用就好 因为这个token都是要付钱的哦 这个之后 我会把这个apikey把它删掉 所以 请大家自己建立自己的 ChatGPT3.5的网站 不要用别人的 假设你没有自己的网域 也没有自己伺服器的话 这个键好的 这个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哦 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在你的apikey这边的 Building里面的usage limit里面 记得要把它设定最高的 一个月最高的费用的上限 还有有如果到这个soft limit的话 就会警告哦 不然你的那个费用会一直往上增加 像上个月蔡教练就是玩很多这些AI工具 不会很多大家花8.77块美金而已 所以 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 以上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建立自己的ChatGPT3.5 而且不需要使用伺服器 或者域名的使用教学 跟着蔡教练学习AI工作处 给你不一样的未来 我是蔡教练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Hop Whitby 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